我的家族要更多的朋友 可以更喜歡台灣啤酒 可以更喜歡吃台灣啤酒 對 因為我們都知道台灣啤酒是非常經典的這個啤酒 那過去大家可能覺得很平派 有時間老了 其實沒有 我們是力求無心 對 所以也希望小豬就加入 可以幫我們台灣啤酒重新的活力 而且也希望可以更年輕化 更年輕化 好 我知道這一次其實小豬也特地 為我們台灣啤酒拍了一支烈飾 是 要不要先聊一下 拍照廣告發生什麼樣的趣事 或者一些花絮 趣事 因為自己在那邊天氣很熱 然後到了下午又有下大午 所以在大家四年或什麼當中 就還蠻 很多重頭 可是到那裡 其實大家有個陌生上的 有 然後就覺得他 他是個方式還蠻壞的 然後我也覺得蠻開心 因為在這次的方式 就是飲熱 所以老少型的 我們去看一個 為一個準則 感覺上在那個廣告當中的情節 那一個人現場的時候 就可以一起來嗆 你當然可以看啊 有沒有看過 你沒看過嗎 等一下我們就為你 還有一位現場 所有的貴賓都跟你們朋友 來手握手握 好 但是我們一定要了解一下 為什麼這一次呢 跟貴賓邀請小豬在那邊 台灣啤酒的代言 另外呢我們也知道今天 台灣啤酒的代言人 好像有一點點變化 有 有 我們馬上來邀請一位 喜嬌大師好不好 好 上來為什麼收分 小姐 掌聲歡迎 台灣的酒公司 啤酒事業部的 孫總 林在波 孫總 掌聲歡迎孫總 我祝福 那是台北面 你都換個新桌 來孫總 現場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興 非常感謝大家 參加我們的羅斯祥代言 台北的計程會 那今天大概就真的講得 我們今年呢 台北的大概廣告上的策略 跟疫情不太一樣 以前不管我們只找福阿 找阿妹的話呢 我們這邊特別去氣溫 他是幫我們來 帶飲食 台灣啤酒或是金牌啤酒 那 最近這 三年來的話 阿妹那個碗 帶給我們金牌啤酒 其實對我們 台北的年輕化 有很不錯的貢獻 那 可是呢 實際上呢 台北呢 更是我們呢 台灣的最主要的啤酒 那我們 台灣的酒公司 目前的四占另外 有在七十八個勝以後 但是呢 台北女生呢 就占了超過五十五個勝 所以台北其實 還是我們最主要的產品 那各位呢 大概也慢慢忘記了 甚至我們公司店會忘記了 其實 台灣啤酒 是我們 台灣的最經典的啤酒口味 那各位 常常講說 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大家就很喜歡吃阿嬤 吃的菜很大 大家今天不會說 阿嬤很大便 這菜不好吃 其實呢 台北的口味呢 就是我們台灣最經典的口味 但是呢 這經典的口味呢 就是 這個是老少鮮皮 那我呢 就看上了我們那個 阿 我們小豬的話呢 他還有很多個性 跟我們台北是很像的 那有人問過我說 奇怪 不懂吧 這個小豬比阿嬤年輕 那為什麼找一個 這個比阿嬤年輕的人 在台北 其實是有道理的 因為呢 實際上呢 就像我跟大家講 台北是台灣的經典口味 而且這個經典的口味 所以說呢 你在各種場合裡面呢 尤其是你想 要好好的享受一下 啤酒的經典口味的時候 你都可以來享受 跟你自己的年紀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那我們小豬的話呢 而且呢 台灣啤酒 也是代表我們台灣的文化的一部分 這代表台灣的重感情 感情 做事情呢 有乾淨的姿勢 高下的小豬是這方面 很好的代表人物 他又是年輕的 很好的典範 所以我們希望呢 靠著小豬來給我們代言的話呢 可以幫我們台灣 台北的經典口味呢 可以傳承下去 也希望呢 大家呢 還繼續支持我們台灣的酒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講的時候 我就會偷偷看小豬 我發現 小豬居然配了這種 講到的有一點點害羞了 面露出 面露出是一個羞澀的感覺 我們讓你緩和一下情緒 現在 馬上邀請我們領副總和小豬 以及我們現場社的貴賓 各位媒體朋友們 一起來欣賞一下 看人物 看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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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一起來欣賞一下 就是手撥 來欣賞 這一支 台灣的啤酒廣告 那誰要給我 那誰要給我 是不是別提酒了 有 今天各位如何解憐 你能懂喔 請問答題 到外面 手機 看這邊可以吃嗎 好嗎 請問答題 了 請問答題 請問答題 國際 我要ман 你別當答題 句話 味道 有 數災 有 鈴鐺 有 如果你 你自己走 點答題 從DECO的氣酒會結束之後 今天晚上開始 就會在各大媒體 各大頻道當中 密集的來播放 可是我也想分享出一個問題 我那天我記得嗎 我那天有喝醉 你真的喝醉了嗎 你真的喝醉了嗎 我喝醉了很多 對 你酒量不太好對不對 酒量不太好對不對 酒量不太好 原住民應該有什麼 酒量不太好 不是 因為很少會在白天喝酒 而且聽你說天氣熱 對 天氣熱就會比較容易 會比較容易醉一點點 然後之後想喝酒 我喝完了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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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無聲的傾向 因為我那時候話很多 別人會喝醉 好 可是剛剛那個劇情 當我感覺上是 你是新郎 然後樂父 啤酒 不是很正面的感覺 不是參加的嗎 而是參加的你 對 參加的你 他想說 你會問自己 會不會選擇用乾杯啤酒 當喜宴商業的喜宴用酒 一定會 一定選對不對 無可其耐的小生作品 好 既然是酒漬經典 接下來 我們就要請林副總 跟小豬 一起來 我們進行一個開罐的儀式 跟大家共同的來分享 台灣酒漬無可其耐的經典同胃 好吧 我們請兩位往前 請我們的台水妹妹到台上來 好 待會兒呢 要麻煩小豬跟我們林副總 我們一起 手放在這邊 先放在這邊 讓我們現場的美女朋友們拍個照 同時 Ever 你們要邀請我們現場所有的貴賓 以及所有的朋友們 一起來造手計時 五四三二一的時候 就請我們的林副總跟小豬 一起把這個皮蓋裡掀開好不好 來 我們現場的這些星大哥 OK了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正前方好不好 正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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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我們請林副總跟小豬去看一下 右前方 給今天的朋友們拍個照 接下來我們照顧一下左邊的朋友 好像那些男朋友都已經捕捉到最美麗的畫面了 好 再來一下 好 我們要準備囉 好 我們要準備囉 來 我們請現場的朋友一起來倒數計時 五 四 三 二 一 手指點無可喜愛 你希望透過這個儀式啊 祝福我們在台灣之久 在未來 能夠女創家機再造高峰 葉晶能夠一杯充天